首先我们想来请教孙科长的是我们为什么要举办防犯犯罪的宣传咒 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这些非常良好的民众 他能够在这个宣传当中得到一些怎么样去防犯犯罪的一种尝试 使得他能够普遍提高的警觉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说是就是说呢 要告诉犯罪以后 这个法的这个法的这个重 那么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一下 使得要预备犯罪的这些人呢 给他呢也有个警提 那么对一般人来说 那么最近一年来有哪些犯罪的新的情况呢 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 在这一年来呢 我们根据这个统计的上面来看呢 比如说在这个公寓方面的这一个切道的这种案件呢 比较是好像是多一点 那么多一点这个公寓的房子的这个切道多的原因呢 那么就是完全缺乏一种这个守望相助的这种精神 在住公寓房子的这些邻居啊 一定的话要提高这一个守望相助的精神 大家互相的话呢 来招呼 那么就可以啊 房子这一部分去 所以这是一种的方式 其次呢 我们在这个统计数字上来看呢 当然这个在社会上的汽车呢 是增加很多 尤其是自用的这个汽车 同时呢 在这个汽车的这个失决的案子呢 也比以往呢 也少多用 多一点这个原因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经历这个汽车停放的问题 希望的话这个自己用户的话 要多加一些资金 那么再例如的话 现在是邮政局也好啊 是银行也好呢 那么去提款也好 或者去存款也好 那么你必须要注意到呢 哪些人的话呢 他是无缘固定的 他要利用总统的机会来接近你 那么这个人你又不认识 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提高警觉的 来提防他 否则的话呢 你说不定的话呢 在某一个时间的话 就不是和谁给他骗了 甚至就给他抢了 这都很难说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呢 都是在目前的比较 一种新的一种的方式 那么另外我们还看说是 这个妇女呢 拿了皮包 那么突然间后边来一个摩托车 或者机车 一小子把他抢走 那么这种情境现在呀 也时常有发现 所以我们就希望的话 就是妇女又是说 在盖上走你 那么你提到皮包 你必须自己的话 要非常的这个提高警觉 尤其是的话 如果有人行道的地方呢 希望呢 你一定要走到人行道上 因为她的车子 不会走到人行道上来的 反过来说呢 我们对这些 准备要犯罪这些人呢 他也应该了解 截火抢劫 这个也是处罚的非常重 如果在这个刑法上来讲的话 他最高可以处死刑 因为现在台湾的话 是一个戒严区域 这个戒严区域的话 如果你是截火抢也好 你个人抢也好 那么这个罚的是很重的 最高可以判得死刑 起码的话也十年以上的执行 也希望的话 他们呢也应该了解 你自己的话 要做违法的事情 你自己想一想 该做不该做 谢谢您接受